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你們講的是廚藝劍黃金 廚藝我沒有做過 但是我有一個大概的觀念在 我是用我們老師的旁逆 然後教我們手工本去幫 之前那個桶子你要先預備好 桶子要有一個裝個水龍桶 然後你水100公升的桶子 要有5公升的水 然後你要先讓太陽不在一至兩天之後 才可以將糖蜜5公升 封本18號一整瓶 下去你能夠攪拌 攪拌一天之後 在第三天你才要被廚藝 廚藝我們家裡一般 我們以前都不曉得怎麼髮 變成腿料 所以現在有老師的教導之後 我們可以把家裡 只要能分解的東西 不管中藥 還是你所能一些蔬菜 果皮 還是椅蝦貝類的殼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處理桶裡面 然後慢慢分解 一個月以後 我們就把它處理了水 然後我們另外換到第二個桶子 拿氧氣之後 慢慢繼續發酵 但是那些渣渣 我們可以弄起來做堆圍 堆圍它可以一層 最底層是五葉子 然後一層沙 再第二層 就是第三層 就是我們的那個 除以花效的東西 上面有劑 然後你可以在一層一層 要鋪上去之後 大概兩個葉之後 我們會看到你的堆圍裡面 然後它如果有高溫到70度 那它的除以堆圍就是成功的 如果它沒有發酵到70度的時候 它的除以堆圍是失敗的 所以說有五頭跟門五頭 這個我們大家都要去注意它 如果上面有長白白的菊 那是最好的 然後大概兩個葉以後 你會看到我們的堆圍裡面 有長出蚯蚓的 它就是完全成熟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它 弄到我們的土裡 改善我們的土質 讓我們的土葉變葉維霍 然後一回 你也可以交花 有中株、幼株還有橙株 這個都可以交的 然後它比較黃蟲 葉子也會長得很漂亮 你的蔬菜吃起來也會很甜很嫩 然後 你這每個禮拜 你可以撕一回撕一次 然後 那個土地 那個土地可以繼續改良它 然後你的那個土地的蟲 也比較不會過來 所以說大家又足以做一回 能讓你的土地改良 也讓你有健康的蔬菜可以吃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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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мпьют